眼前这个被提溜走的家伙就是国家二级保护废物小熊猫 世界最可爱动物排名第13 1825年被发现时 因长相似熊 体型似猫 所以被取名熊猫 但是1869年大熊猫被发现时 名字就被抢了去 只能委屈改姓小了 它圆脸天然萌 棕红的背毛 屈黑的肚皮 再加上一条带有九个圈的大尾巴 古人也叫它九节狼 它还有个山寨老兄 不过它俩没有血缘关系 纯属女娲捏的随意 彩色的是小熊猫 嘴猴腮洗衣偷菜很擅长 它们不仅胆子小 眼神也不太好 还经常空大招 吐舌头是小熊猫的标志性动作 主要因为听觉视觉都不行 嗅觉也不是特别灵敏 就一条舌头还行 它们能品尝空气 以此来接受周围的天敌气息 爱吃甜食 它还是唯一能识别阿巴斯田的非灵长类动物 如果你要去动物园游玩 给它一块苹果 是摸还是爆 客观您随意 这样一只呆萌的小可爱 你准备好麻袋了吗